哼唱起来 离开碗里的白蠻鸟 小刚快看不见 因为市价70起跳 最高可以喊了200多 随着阿公被凋零 这回荡在海岸边的节奏曲调 慢慢再也听不到 连弹鼓蛮人 同样望天前南 鸡舍后面 载着他的身材家伙不蛮广 前方的架子是固定用的 后方网子见缩 蠻鸟只进不出 从年轻骨蛮捕到当马沟 陈茂富还是在每年11月到隔年2月 不间断下海数十年 一碗的千尾到一年20尾 鰻鱼到哪里去了呢 在签凿之前 下起 接下来 它结束没偏 你 占小肇 想着 很失色 跟着他等待叶幕喝一顶 归 平平说往时 要倒出来 确实没收获 无法人工缓止的蚂蚁 渔游属为了保留一切生机 规定每年只有11月到5年2月可以补牢 但就算是这样 根据统计 从102年开始的8256公斤 三年后直接腰斩 尽管到了中间 短跌回升到了111年 还是只剩下1801公斤 跟50年前相比 现在蔓延的量 漫漫的數量大概只有之前的蠻粽不左右 這是過去以蠻狀為古蠻祭時蠻寮滿沙灘的盛況 四個月時間屠民幾乎是住在這裡 白天睡覺晚上雨海搏斗 一段時間就能進展好幾萬 曾經有一百多位古蠻人搶地坑的沙灘 現在一直剩下一半不到的人堅持靠海示範 每一人都在這裡 還沒有漫漫的人 每一人都在這裡 還沒有人 工作時間都在冬天深夜 不只看海上還得贏運氣 人人魚巨都不盡相同 也讓古蠻成為養活眾為的特殊文化 三巨有兩句俗語也不改漫語 有一句蠻有趣叫做會修國寮專武嗎 就是因為像我們在古蠻羊的時候會有這種 像它叫做公寮嗎 就是小帳篷 那會選狗寮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寮它被燒掉的話 那個網子就沒了專魔王 然後它其餘的寫意就是回溪了 對 所以我們在海邊因為這樣子的遇到活動而 延伸出這麼多有趣的一些議題 跟相關的主演 是我現在目前在紀錄跟保存 可以說是鰻魚養大的林寺齊 對鰻魚情感很深 連研究所都選擇武藥科學 跟著教授團隊研究鰻魚也上podcast 讓年輕人知道餐桌上的鰻魚是這麼來的 我會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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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水門吊唱出過去一碗上千尾柔景 就算捕撈量再也回不去 透過記錄透過故事讓鰻魚不止餐桌美味 為哥斯亞國全村人的海上拜金 好